大家好 我是盈盈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 今天气温又下降了 现在室外的温度是零下3012度的样子 甚至更冷 因为我们这边是靠着湖边的 再加上地广人稀 这风也大 寒风刺骨 这个时候大仙岭是零下400度 就比如黑河河河那个地方 气温下降了 过了腊疤就是最冷的那几天 和一出门 这男朋友就跟我开玩笑 老师问我 你们那出去上厕所是不是得带个棍 或者是得带个打死棍 这我这话说得有点糟了 什么叫打死棍 意思就是在外面排泄的时候 就会冻住 你是不是拿棍给它打掉 就是那样子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丫头 那我就跟大家伙讲讲 是不是零下40度的情况下 上厕所真的带打死棍 打尿棍 听到大伙对这事好奇 我也想笑 可能大伙只是从电影里面 或者是电视一些短片 或者是一些喜剧的内容里面看到 说出门带个棍 大家伙就有很多想象力了 我也看过国外的电影 就一个男的在那接手 是个弯的 像拱形一样 瞬间就变成冰了 把一个拱形的冰立在那了 其实我觉得 即便是零下70度也不会那样子的 为什么 我们身体的排泄物 你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 都是带温度的 都是跟体温差不多30多度 30多度的东西 它不可能立马就冻住了 你像那种泼水成冰 只是你看到表面现象 就是一个物理现象而已 并不是说立马就进入冰了 说你光倒一点冷的水的话 在那里面是啥也看不见的 我们人体的排行物 也是因为带温度的 你排出去 有可能它会冒着点伤害气 但是不可能立马就冻住了 你用上什么敲死棍 那个太不现实了 除非咱们身体不好 干燥了 那也用到敲死棍 如果说排泄物给冻住 那人的肉 骨头 那自己冻坏了 晚上睡不着觉 我就看纪录片 生活在北极的英纽特人 英纽特人 他是长期的生活在零下70度 我当时就看了一个英纽特人上厕所 会不会用棍子敲什么的 人家也不用 人家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现刨个雪坑 就像我以前在户外的时候 真弄个雪坑 弄完雪坑之后 自己或者是做一个雪屋 他们住的房子 没有装拿木头瓦什么的 就是挖个大雪洞 住在雪洞里面 他挖雪洞的时候 旁边也会挖另外一个雪洞 那雪洞要小一点 就做成厕所了 所以英纽特上厕所的人 也是在雪洞里面刨个雪坑 就那么方便 方便完之后 他们用什么擦屁股 用海藻 因为北极那边不缺鱼 不缺海豹 也不缺海产品 海藻晒干子 然后擦屁股 有的时候就用雪面子 戳不两下子就可以了 就很原始的 他们用的绳子都是海豹皮 特别结实 我每天晚上就看特别好奇 人家零下70度的 人家天天穿皮草 天天住雪洞 人家都不会说排泄物用棍敲 看我们住屏房的人家 厕所都是在外面的 上厕所 像男朋友说的 这得拿个打死棍的话 天天得离个罐出来 人家外面的厕所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厕所里的温度 就是零下30 外面倒了 它就多少 顶多是三条 就这么个情况 我排出去三小时左右 肯定会动不动 刚排出去不会 还冒热气 不说那么恶心 真冷 今天真冷 腊巴 腊巴冻掉下巴 真的 靠个手 雨写了 通红冻的 我们这下午才一点多钟 太阳又快落山了 今天天又阴 没有阳光的日子 也挺不好过的 风再大一点 特别冷 但是我挺喜欢看东北 这种小乡村的 很安宁 一点声音都没有 除非谁家有狗 汪汪叫两声 大冷天的 谁会出门 就我的大傻子出门 给你们看看雪景 大伙看到了吗 这一家两个烟囱 说明它东西两屋都有大炕 看到这烟囱冒烟 这屋里面都有人的 烧火 这房子都被雪埋了三分之一 都是这样 这是园子 冬天就这样 夏天时刻一片绿 也挺美的 我们这最美的地方就是电线 电线都是 网线都是露天的 就在这不高不低的 在这悬挂的 影响我们看风景 多安静 这道眼一个人都看不到 我们家这太冷了 我现在拍视频的时候 得用手把话筒地方遮挡住 因为风太大 这里面一贯风了 我说话大伙都听不见了 这是冷到什么程度 我这个脖子不是在外面露的吗 这脖子有风衣 跌过的时候疼 像小刀片刮的似的 这脸还没别颜色 有帽子护着整个头 就脖子 这都死了 最容易动的几个地方 就是耳朵 脚趾 还有手 就这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属于血液 最不容易循环的地方 最容易动了 先加上耳朵又薄 一动就动透了 还有小的时候耳朵冻了 冻了几个大水泡 回去用偏方 用什么山楂 烧熟了 往上还用什么茄子杆 熬成水洗 小的时候也没少招罪 我们这可安静了 除了我柴雪的声音 或者是鸡鸣狗叫 都听不到有人说话 雪下的挺高 下完了这边雪又用推土机什么的清了一下 房子盖上全是白的 如果站在楼上面 往下看才好看 看这些房子像模型一样 上面覆盖一层雪 很可爱的 在东北 如果冬天你要看不到很厚的雪 要看的这个世界不是纯白色的 还有些不适应的 前几天 就是一直没下雪 有些地方 风吹日晒的 就算雪不化 可能道路上也不是纯白的 和有一些地方是偏灰的 水泥路我就漏出来了 就感觉没那么美了 你看昨天晚上下过雪之后 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了 看得很顺眼 在雪白的背景里面 人往这一站 他拍视频看的也好看 把人都给衬托出来了 如果我再穿个淡眼神衣服 打扮打扮什么的 小雪儿抹的通红的 戴个帽子 戴个狐狸什么银狐的帽子 肯定不错 开始自恋了 我们这孩子穿的都可厚了 还有戴后腿的 就是小腿的地方 带一块羊皮 羊毛 在腿腕上 你看看 我在这个村庄里面走 路过好几个道眼 这道眼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人说明啥 说明天太冷了 我们这边人也不傻 没什么重要的事 没什么正式八经的事 是不出门的 除非上个厕所跑出去 或者是去学家办点事 穿个门跑出来 要不然谁也不傻 冷不冷 小小子穿的真多 我们管这男孩 叫小小子 臭小小子 感冒好了 穿一个棉袄 都没什么事 如果感冒没好的时候 你外面套个羊皮大衣 其实我这衣服 像这个袖口的地方 一出门 风直接打透 因为袖口这地方是没有棉花的 我这手动成这样了 朋友们 我这手 老切换镜头什么的 还得按按钮什么的 所以我就一直没带小套 你看 这不是假冷 这不是假的 你在这間子里 那边 周春 唯一 帘 这